西宫大罚 小母 你怎么样了 你杀了我吧 我不杀圣诞 先别说那么多 我想帮你把脉 不用 我被血奴那丝 洗干了内力 活不成了 在我死后 你可不可以 照顾我的宝贝 好 张大侠真是狭义心肠 他不计前嫌还去救人 真是令人敬佩呀 想不到 我真的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我愿意为血奴 不会真的下手 原来我一直都想错了 向我一生害人无数 得到这样的惩罚 也是活该 如果我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为非作戴 可是我现在才知道 实在是太迟了 那我爹是怎么死的 不错 是我们连兽 杀死了你爹的 真的是你们 没错 是我们五个人 五个 信与四魔 不是只有四个人而已吗 我们也是受人执事 可是 你爹终究是被我们害死的 对不起 那究竟主谋是谁啊 主谋是 主谋 主谋 小魔 小魔 喂 你不要死啊 你还没有说出 谁是杀人凶手呢 小魔 放心 我会帮你照顾那条大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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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看 空杂盘 哪琴 主� Didn't拍我 还是自拍我 我 suscri状侠 军宝怎么会这样 刚才明明还好好的 他中毒了 看来姑娘是用毒的行家 你看他中的什么毒啊 行家不敢当 但我知道他中毒的原因 他跟血奴对了一掌 血奴本身不会用毒 但是血奴吸走了蛇魔体内的功力 这功力当中 有蛇魔练就十几年的毒 一时间在血奴的体内未能消化 在跟军宝对掌的时候 传到了军宝的体内 他就会中毒 军宝 军宝 怎么会这样呢 我现在全身都麻痹了 内脉四须四食 中毒一身了 蛇魔练就十几年的毒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解开呢 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解毒啊 以毒攻毒 蛇魔一生练就的毒都在那条大蛇身上 只要找到那条大蛇取出他的毒液 给军宝吃的话就应该没事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大蛇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大蛇吧 千万不可以 那大蛇羞猛厉害 这样贸然去的话很危险的 可是 可是军宝现在中了毒不是更危险吗 我们现在连大蛇在哪都不知道 现在太危险了 是不是太早了的 血奴吸收了蛇魔的功力 会不会连大蛇也一起收复了 有道理 可是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血奴呢 清姑娘 你说那大蛇究竟在哪儿啊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这不是藏蛇魔的地方吗 没错 大蛇和蛇魔很有感情 蛇魔死后 我想大蛇可能会回到这里 就来这里看了一下 结果真的发现有大蛇的踪迹 你们看这地下 有很多大蛇退下来的蛇皮 所以 我断定大蛇就在这附近 那我们等一下应该抓住那条大蛇 取出蛇胆 让军宝解毒 别上那条大蛇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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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要染了 我女为医生 那旦 军宝 别吵 别惊动那些蛇 可是军宝它 这些蛇是为军宝疗伤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你蛇兄 小意思 你对我主人一魂 我只是报答你而已 那你以后要去哪 走到哪算哪呢 反正也不怕没地方去 以后要做一条好蛇 我知道 我走了 啊 你们看 郑公子醒了 郑公子醒了 郑宝 郑宝 你现在没事了吧 你说呢 看起来是全好了 应该是好了 要不要试试 看来是正好了 谢谢 其实这一次我能平安无事 全靠大家 谢谢各位 不要热情 其实这次功劳最大的是 荣姑娘 平常那么凶巴巴的 其实我知道你是口硬心软 谢谢啊 要死你也要死在我手上 而不是蛇手上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功劳的 不是我们大吃一对啊 张公子虽然你病了 可我们坚持练功 不信你明天可以试试我们吗 是不是真的 好啊 嗯 就是